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热店联产项目实现对外公热 让企业告别自建小火炉 今天是2016年的11月6号 星期天农历10月初期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东来下 召开座谈会 与我是基层干警 一同学习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 陈东指出 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 内容丰富 内涵深刻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针对性和指导性 全省政法系统和广大政法干警 要深刻领会 全会精神实质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要坚持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积极推动政法工作新发展 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准则条例的基本知识和要求 学生学透 融会贯通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陈东强调 全省政法系统和广大政法干警 要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 坚持从严至紧不动摇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坚持严格监督不懈怠 健全党内监督体系 坚持改革创新不止步 让群众感到更公正 更满意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教育引导广大政法干警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意识 支持参与改革 要以金专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明年在厦门举办为契机 持续抓好六个专项治理 强化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建设 为在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座谈会上 十名五市政法系统的基层干警代表 结合工作实际 畅谈了学习体会 大家表示 将立足岗位 结合实际做好本职工作 努力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十处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伟华参加座谈会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一行 参观了第九届海峡两文博会展馆 龙明彪一行先后参观了长征路上的飞移 台湾工艺品展区 台湾文创购物节等 本届文博会的主要场馆 今年台湾地区的展商展位数共940个 在台湾顶级工艺展厅 龙明彪热情地和台湾展商交换名片 了解前来参展的工艺设计师的原材料 手工记忆等 并询问了展品目前在大陆的销售情况 今年文博会继续扩大两岸交流的范围 首次设立两岸高校设计展 龙明彪参观了设计展区的参展作品 了解台湾设计类高校与大陆高校的交流情况 学生从创意创新到创业的发展路径 他鼓励台湾学生来大陆创新创业 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龙明彪对海峡两岸文博会的半展成效 均予充分肯定 认为其连接两岸在文创产业方面 相互取长补短 增进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看了一下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有很多优势 有很多它的一些好的精力和做法 我们大陆有很多很广阔的这方面市场 两岸的结合可以两岸的优势复补 结合起来可以共同的来赚世界的钱 是中华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 宇宙文博 这个博览会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 一届一届办去特色的 成为两岸这个民众 两岸相关企业 产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崇耕陪同参观 记者陈岳田 邹晨璐报道 昨天晚上以智慧厦门时尚力量为主题的 2016 厦门国际时尚周在海仓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 来自国内外的多位知名设计师 以及时尚先锋们参与现场活动 三 二 一 二 五 厦门国际时尚周 在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黄强等领导的共同推动下 2016 厦门国际时尚周正式启动 在一周时间内将举办三十一项五十多场活动 设计展览 论坛 服装秀 艺术节 音乐节 时尚买手工坊等多种形式 同时构筑以招商交流 展示发布 营销创新为核心的时尚产业服务平台 推动厦门实现打造中国设计之都 时尚之城的发展目标 厦门未来要打造一个时尚的城市 离不开设计力量 所以这次的话都是全国的一些新锐的设计师 非常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把他们请到下来 今年的花的时尚周历 主要是未来想整合厦门的产业 展示给大家 动感的音乐 绚丽的舞台 新锐的设计 时尚的秀场 本次开幕仪式应用了声光电技术 同步结合时装与音乐 以及时尚演绎的多媒体互动 全方位呈现了厦门 作为滨海时尚都市的先锋试听盛宴 在开幕仪式上 Lotio Moi Icon城市新名片也正式发布 这张名片代表着厦门将打造时尚设计力量 推动时尚产业发展 整合多方资源共同参与城市时尚生活 开幕仪式上还签订了城市时尚产业联盟 合作备忘录 在这个仪式上 对接下去我们整个时尚周的活动内容 都进行了预告 那么本次的时尚周分为时尚发布 设计展示 时尚生活和时尚雅集 四个板块 那么有兴趣的市民 都可以对接下去的活动进行关注 开幕仪式前 黄强会见了前来餐会的 日本无印良品原会长 松景中三 Vogue国际时装总监卡瑞尔 国际3D打印论坛主席 李纯银等嘉宾 黄强说 厦门国际时尚周活动 虽然起步晚 但是起点高 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未来我是将推动时尚周 往更高的目标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2016厦门国际时尚周的系列活动 中国服装产业国际合作洽谈会 以及国际时尚论坛等 今天上午举行 本次洽谈会 由对接空间 专题推介 主题论坛 以及参观交流 四部分内容组成 对接空间的展览面积达 4000平方米 涵盖了创新应用 优质制造资源 设计咨询等 六大对接商下区 吸引了100多家 与中国服装产业发展需求 相关的国际企业和重要机构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 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 也组织了10家荷兰企业参会 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厦门这边的一个市场 还有就是商机 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带来一些荷兰品牌 还有产品服务 然后推广到这个厦门的市场 甚至福建的市场 还有就是中国的市场 以融全球时尚产业新机遇与新模式为主题的国际时尚论坛 今天举行 论坛就全球时尚产业趋势 时尚全球化与在地性科技改变时尚等主题展开交流 并就传承与创新 创造力的来源等议题展开无边界对话 大家认为中国时尚业不仅需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资本 在设计研发品牌建构等方面获得提升 更需要建立特色的时装教育体系和品牌孵化机制 厦门具备发展时尚产业的环境 产业基础政策等优势和条件 本土时尚产业正朝着国际合作的方向发展 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 帮助本土企业实现在品牌人才管理等多方面的跨越和提升 本来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峡两岸文博会 文化创意产业如何借助展会发展壮大 文博会交出答卷 两岸携手展会搭台 聚集优质文创资源 推动文化与资本的联姻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海峡文创课堂 本届文博会还突出互联网加IP 文化加金融 文创加品牌 彰显展会失效 在两岸文创商业对接会上 两百多家大陆商业项目 与台湾知名文创文旅连锁品牌现场对接 你有品牌营销经验 我有项目正要开拓市场 现场随处可见热络的对接场面 我们也希望到这边能够认识到很多大陆的品牌 包括文创各方面都很好 大家可以互相结合 不仅是成熟的商业项目 在文博会上寻求与文创的结合 两岸充满创意的高校学子 也在文博会上找到企业路眼交流的平台 促进产学研成果的转化 眼前这个构思巧妙的装置 叫做儿童智能物化伴侣 这个项目在这次文博会上 就找到了不少投资意向 我觉得就是说文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有这个平台可能才有更多的投资人 或者说更多的想要 就是说把这个作品产品化 伴随着海峡两文博会的发展壮大 这几年厦门本土的文创企业 创意设计师也快速成长起来 眼前这只造型可爱的公仔叫夏萌猫 意思是在夏天卖萌的猫 设计师希望通过这种卡通吉祥物 推广厦门的文化和城市形象 这几年其实厦门的小而美的东西 它其实是做的比上广更好 比北上广更好 包括两岸交流 因为它离台湾很近 设计文创这块 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交流 所以我觉得厦门这个环境刚好位置很好 另一边从上海转站来厦门的爱定客 是一家走C2B模式的个性化定制电商 在厦门发展迅速 从最初专注鞋类定制 到逐步向其他品类扩展 公司负责人介绍 厦门整体的文创氛围 吸引他们将总部落在这里 借助一年一度的文博会 更好的拓展市场 寻求合作商机 网站上的这些会员差不多是在50万左右 特别是台湾文创购物节和世界首工艺广场 更是人气爆棚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厦门金门门对门 提到金门很多人想到就是金门的高粱酒 在今年的台湾文创购物节上 金门也是召集了13家的文创企业 打造出一个金门节 就是让大家感受到金门不仅仅有金门高粱酒 更有1600多年的历史文化 分外鲜艳的金门老街展馆造型 1比1复刻的排放门帘 让金门馆在台湾文创购物节的展厅内 显得十分醒目 迷彩鸟门的拖鞋 原创动漫人物遇见肉娃娃 健康新科技的黑酸高粱醋 围着展区逛一圈 真的是有吃有喝有玩 有现代有传统 陶印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种非常熟悉的传统手工艺 在这在我身旁 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比方说这样一个 水榴弹造型的杯子 还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风诗爷造型的陶笛 最重要的是我身旁这一套 看上去呢 它是一整套的风诗爷造型的摆设 但实际上它是一副象棋 32个棋子 每个风诗爷都是神态各异 萌萌哒的表情 让人对这些曾经凶神恶煞 束手海边的风诗爷爱不释手 整个造型都是不一样 每一支都有一个特色 然后像这个如果喜欢有兴趣的话 它既可以玩也可以收藏 对然后就是把这个整个工艺 就是展现出来 逛完了台湾文创购物节 再去大陆19个省份 29个城市的展位看一看 西藏成都这次带来了 20多幅精品腾卡 工艺美术品 以及藏文书法等 这是西藏首次有城市组团 参加文博会 也是今年福建实施的 第一个文化原创项目 想通过这个文博会的平台 让厦门甚至全福建省 甚至海内外的人民 能够更加了解藏都 今年世界手工艺广场 也升级扩容 27个国家的各色精美手工艺品 集聚在这里 其中印度更是特设了国家馆 刚走进印度馆 就被色彩鲜艳的各种丝巾 木椅 地毯闪到了眼睛 这条波丝地毯 不是用羊绒等传统材质 而是用蚕丝纯手工打造 两个匠人耗费了一年的时间 才完成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海峡两岸文博会 古浪语分会场活动 在号叶园开幕 古浪语游览区管理处 与厦门文广传媒集团共同签订了 古浪语文化旅游项目 运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未来双方将通过跨界融合 重点打造古浪语音乐文创产业链 促进古浪语旅游文化品质进一步提升 而在随后举办的成功文创论坛上 来自两岸旅游文创界的专家学者 与在场的大学生们 分享了各自的实践和经验 在号叶园门口 分会场重要活动之一的成功市集 汇聚了众多来自海峡两岸的 原创设计产品 带有古浪语元素的成功T恤 小玩偶 手绘地图等文创产品 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为观 我觉得他们起的名字 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比较让年轻人喜欢一些 今天上午 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创论坛开幕 论坛期间将举办 两岸大学生创意组图摄影大赛 话剧周创意作品展等 论坛上还举行了 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 共同推动两岸高校文化产业实践 转型跨越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时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是空气质量提升计划 又有了新进展 请楚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请了解一下 我们的记者今天从华夏电力厂了解到 作为我是空气质量提升计划的重点项目 华夏电力实现了对首家用户供热 预计到明年上半年可向管线沿线 9家集中供热 让企业告别原来自建的小锅炉 促进海仓南部区域整体减排 在华夏电力厂记者看到 一台蒸汽锅炉正快速运转中 源源不断地提供电能 而蒸汽锅炉运转产生的额外蒸汽 则通过管道不断延伸 直达到厦门乌业公司 据介绍 不少企业都会自建小型燃煤锅炉供热 然而小锅炉容量有限 几乎没有减排措施 会造成空气污染 现在采用电厂集中供热 不仅节约大量煤炭资源 而且烟气经过高标准的 脱流脱销处理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可减少90%以上 目前厦门乌业已关停了 四台小锅炉 预计到明年上半年 还将由九家企业 关停自建小锅炉 小锅炉起地以后 基本上就少掉了一些小烟葱 环保级只要监控 我们华夏电力 这样一加就够了 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就是有利于我们 整个区域的招商引资 有些用户他需要蒸汽 他需要蒸汽 他首先要来了解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 能不能让他们上小锅炉 但是首先这下门 肯定是不允许的 那不允许 这个就是有我们的 集中供热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他就是在招商上 会可以起来比较大的一个便利 目前 华夏电力四台蒸汽锅炉 除了保证基本的发电任务外 对外总供热量 可达到每小时1400吨 其供热半径 最远可达30多公里 能够满足辐射区内20年左右的 用热发展需求 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也成为华夏电力 走上循环经济道路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的新举措 高品质的蒸汽用于发电 那就是低品质的蒸汽 用于对外供热 这样的就是通过蒸汽的提及利用 不管是从电厂测也好 还是用物测也好 都在这方面都能够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本台记者报道 4号由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组成的考察组 实地了解我是口岸核心能力的建设情况 在夏金武通客运码头的健康检测点 人员只要依靠近 红外线体温检测仪器 就自动对人体感温 只要体温超过38摄氏度 仪器就会报警 人员也将被送到医疗排除室 排除可疑后再放行 或是通过运用科技手段 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应急防控体系等措施 提升口岸卫生检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旦发生公共卫生事件 口岸将开通特别通道和临时检疫隔离场所 向检验检疫部门提供接触者名单或货物清单 派员协助卫生处理 并对旅客进行疏导 检验检疫部门将对染疫嫌疑人 开展医学观察和流行病学调查 联系病人收治医院并追踪病情 专家们亲身体验了红外线体温检测仪器 并对我是构建的口岸公共卫生应急防控体系 基于肯定 本台记者八道 昨天以公会志愿服务助力厦门武达发展为主题的公会会员服务日活动 以及2017厦门职工春晚海选的半决赛在五一文化广场举行 市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 共有37个节目进入海选半决赛 会聚歌舞 朗诵 乐器演奏等多种形式 据了解 2017厦门职工春晚海选自今年年初开始 第十一年为基层企业职工提供了展现文化的大舞台 本台记者报道 铁人三项被称为极限运动皇冠 在国内外拥有超高的人气 下周日这项运动就将首次走进厦门 在美丽路岛激情开赛 为了做好筹备 今天组委会对赛事志愿者进行了培训 并举办了赛事寻讲为比赛预热 即将举行的2016厦门世界半城铁人三项赛 总共需要一千名左右的竞赛志愿者 目前这些志愿者已经招募完毕 他们将为主会场起重点安全保障 医疗保障 自行车赛道 跑步赛道 及后勤等多个部门提供专业的志愿服务 上午 组委会把自行车 挂架 反光背心等赛事用品 带到现场进行赛事实景模拟 与大多数赛事执招募高效志愿者不同 为了让志愿服务更加专业 这次厦门铁人三项赛的志愿者中 近一半是社会志愿者 考虑到一个是社会志愿者他们的阅历 他们的这种运动的常识和他们的兴趣程度 更适合做一个志愿者的工作 接下去一两个月的时候 下马跟海昌半马都会想用这种方式来尝试 就是启用大量的社会志愿者来服务赛事 考虑的也是同样的考虑 就是赛事推广和他们更有一些经验 它跟选手之间的互动性会更好 他们更了解选手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个也是为了提高赛事服务品质 今天上午赛事还举行了寻讲活动 上百名铁人三项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与国内高水平铁三选手沟通比赛技巧 这个阶段已经是一个我们的赛前的准备期了 其实这块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调节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 其实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减量的阶段 就是把训练量强度保持 但是训练量要降下来 为了更好的适应将到来的比赛 做好自己的补给 做好休息 然后熟悉一下赛道 本台记者报道 4号到6号 2016中国厦门台松杯保龄球公开赛 在厦门新冠保龄球馆举行 这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厦门市体育局中国保龄球协会共同主办 共进行8场排名赛近300人参赛 不仅包括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保龄球好手 还有来自新加坡等地的一流选手 昨天下午是政府办公厅 和是文广新局主办的文化志愿服务 走进桃安区莲花镇浙内村 为村民带来了形式多样的文化组合套餐 表演了打水鼓 魔术舞蹈 四重唱等精彩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您关注厦门广电 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